財團法人法律輔助基金會 在今年的七月成立滿八週年 舉辦參序 同時也正式公布 從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五號開始 一直到一百零一年十月十五號 事辦三個月 原住民檢警征訊律師陪同服務專案 因為原住民族人面對檢警征訊時 經常因為傳統慣習 與國家法律產生衝突 再加上不擅長說中文的原住民族人 經常無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意見 導致司法人權受損 法律輔助基金會強調這個專案 有助於改善現況 法律現在與警政署合作 全臺有九十一個景分局事辦 其中原住民族人分部所在的 新北市的新店分局 桃園縣的大溪分局 高雄市的六歸分局 宜蘭縣的三星蘇澳分局 以及新竹縣的竹東橫山分局 苗栗縣的大湖分局 南投縣的信義仁愛分局 屏東縣的屏東內埔朝州離港芳寮分局 花蓮縣的玉里新城吉安鳳林分局 台東縣的台東大武成功官山分局等會同步事辦 臨近這些分局所在地的原住民族人 如果接受這些分局警方 偵訊的時候 可以要求警方請法服的律師 陪同自己一起接受警方的偵訊 而未來即將陪同原住民族人 接受訓問的律師 也將在八月份進行教育訓練 立法院內立委政天才以及林正二也正在提案修正形設訴訟法 要求未來在司法案件中 如果被告為原住民族人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 應該通知法律輔助基金會的律師到場 不過這項修正案依然正在審查階段 到現在還沒有任何法律規定 司法檢調機關 如果遇到原住民族的被告 應該主動邀及律師的陪伴 所以雖然新制度即將上路試辦 但法服依然擔心警方依然不會主動請律師到場 現在只能不斷呼籲警方尊重原住民族的司法人權 既然還能算拿入台北市採訪報導